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复习的叫做物质的检验 我们会介绍一些检验物质的方法 做一些整理 我给各位的复习讲义那一本 就帮各位都整理好了 整理好了 哪些物质怎么检验 第一个是我们要检验水 这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好几遍 无水流三桶变成油水流三桶 要被颜色 啥颜色 啥颜色 无水啥色 油水啥色 三二 三十二 三十二谁啊 三十二号 七个人起来啊 跟这有什么关系啊 起来 没有水什么颜色 有水什么颜色 不太记得 请坐 柳安头 无水白色 有水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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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化雅菇 刚刚才问过 刚才讲过 绿化雅菇 没有水什么颜色 有水什么颜色 No.4 No.4 没有4 没有4 4不在 No.12 无水蓝色 油水 粉红色 这时候 检验水的方法 用两个 所谓的柿子 或者是东西 刘三桶 绿化雅菇 备好 再来就是检验气体 我们前面教的 检验气体的方法 叫做燃烧法 然后到时候 跟你讲 那个不可燃 不助燃的是 二氧化碳 我们讲过 那个不对 因为不可燃 不助燃的气体很多 是因为你已经知道 有一罐是二氧化碳 你才可以说 它不可燃 不助燃是二氧化碳 那重点是 检验氧怎么办 氧可以使 余静复燃 可以使燃烧 更加旺盛 所以我们说 氧有助燃性 利用助燃性 知道它是氧 余静复燃 燃烧得更加旺盛 那么氢叫做 有可燃性 会烧起来 淡蓝色火焰 有爆明声 那个是因为 跟在空气中 跟氧作用的时候 加热 放热 然后空气膨胀 所以产生的声音 淡蓝色火焰 有爆明声 所以我们用燃烧的方法 检验了氧 检验了氢 然后呢 比较重要的事情是说 不可以因为不可燃 不自然就断定 它是二氧化碳 但是我们有方法 可以检验二氧化碳 我们前面也复习过了 有通入成心 石灰水会产生 前面这个空格 是问现象 产生什么现象 你只要告诉我 现象就好了 那是什么现象 帅哥难吗 什么现象 我只是要现象 不要跟我讲物质 起立物质后面的问题 通入成心石灰水 二氧化碳通入成心石灰水 有什么现象 比如说会爆炸 沉淀不算错 什么颜色 请坐会有白色浑浊 白色沉淀 那后面是问你 那碗页是什么东西 那个白色浑浊 是什么东西 No.2 2号是不是也没有 2号有 来 有什么 碳酸钙 那个沉淀是碳酸钙 重点 如何检验二氧化碳 通入成心石灰水 产生白色浑浊 或者白色沉淀 那个沉淀是 二氧碳酸钙 碳酸钙 OK吗 这就是我们检验水 跟检验气体的方法 这是我们检验顶水 是孟